Hello 大家好,爱辉耀儿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已经宣布即将要退役的中华台北篮装球员李昂 李昂是一位前场球员,是球场上的大脑,思路细腻且技术全面 他是场上的定海神针,在比赛上尤其是大赛上总是能够发挥稳定 挥给对手一些较刁砖的球,让对手防不胜防 尽管他在职业生涯前期与李泽辉就展现了不少的潜力 不过在他与王麒麟搭档后,更是升华了一个档次 也让他走向了世界之巅 李昂在前场的快速反应,搭配王麒麟致名后场中炮手 成为了男装剑里令人畏惧的对手 此外,性格非常自律的李昂往往仍在大赛上展现出强大的心理数字 时刻的鼓励搭档打好每一球 这也造就了为什么他们能在许多大场面上挑落那些平时实力比他们强劲的对手 就连搭档王麒麟也形容李昂就像是人体失踪 李昂在身边的人眼中就是一个极度自律 守时且生活习惯规律到不可思议的人 当然,李昂的自律与守时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父亲 因为过去的军旅生涯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对李昂的栽培 这也间接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功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影片 一起来深入了解他的精彩羽球故事 李昂出生于1995年8月12日 在台湾的台北市出生 家乡则是在金门县金陵乡 起初呢,他是一名手球队成员 但后来转而专注于羽球运动 李昂和妹妹自小由父亲李俊玉指导 每天在中和圆通室进行训练 小学五年级时 为了获得更好的训练条件 李昂转学至台北市社子国小 中学期间 他先后就读台北市大理国中 西湖国中 最终在台北市立中山国中完成学业 高中阶段 李昂一度因为无法金身羽毛球甲组而决定放弃 转而报考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企业管理系 然而,在高三下学期 他与搭档张一伟在青少年国首选拔赛中夺得冠军 并在全国羽毛球排名赛中营的一组冠军 从而晋升至甲组 随后,他进入台北市立大学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 攻读硕士学位 在李昂早期的羽球生涯当中 李昂是与古小智高中期间的学长 李哲辉组成搭档 在2015年的11月份 他们参加了韩国羽毛球大师赛 并在八祥赛中,因碰东道主 也是当时在南双界令人闻风尚胆的李龙大刘言心 不过好在他们在面对这对韩国组合时 因为对手受伤退赛而顺利晋级半决赛 虽然最终在半决赛中不提另一组韩国组合 金鸡正经沙朗 但这是他们两人在当时的国际赛事中的最佳表现 之后,他们在马来西亚国际挑战赛决赛中 惜败给队友林佳佑孝林获得亚军 接着在2016年 李昂李指挥在全台羽毛球排名赛中 顺利击败对手夺得冠军 让李昂成为了首位在该赛事夺冠的金门人 同年7月 他们在越南羽毛球大奖赛中 夺得两人合作以来的首个国际赛冠军 之后在12月 他们在澳门羽毛球黄金大奖赛中再度夺冠 并在韩国羽毛球大师赛中获得亚军 2017年 李昂与李指挥除了在中华台北羽毛球公开赛获得亚军 其他国际公开赛的最佳成绩也只是直不八强 他们在世界大学运动会羽毛球比赛 也在被看好夺金之下与四强落败 仅获得了铜牌 说到他们作为组合的代表作 莫过于是两人在年底的法国羽毛球超级赛 他们以极佳的状态 先是在半决赛以49比21 21比13 21比19逆转战胜当时的市井赛冠军 来自中国的刘成宇张南 接着在决赛中 首次晋级超级系列赛决赛的李昂和李哲 一直落两局 21比19 23比21的VX比分击败寻求未免的丹麦组合 Ball Morgensen 夺得生涯第一个超级系列赛冠军 隔年 李昂与李哲辉代表中华台北队 参加在印尼亚加达举办的AM会羽球比赛 应得男子团体和男子双打同牌 同时这也是中华台北队在运会上首度获得男子双打奖牌 年底 土地银行羽球队向李昂发出邀约 原因是因为由一王七零的原搭档陈宏林 上次困扰决定退出赛场转而担任教练 所以就找来了李昂与王七零搭配 李昂曾谈到过当时自己决定和搭档的考量时认为 李哲辉是很好的选手 冲击力十足 比赛节奏比较快 但防守就没有那么吃重 而王七零在打法上则是更稳定 训练上也更扎实 虽然速度比较慢 但是攻守俱佳 会需要使用很多技巧与战术 李昂在经过审生考虑后 加上原本搭档李哲辉的大方成全 最终决定转队至土地银行与球队 造就了李昂配黄金组合的诞生 然而 李昂与王七零的搭档也不得不让他付出一些代价 李昂除了必须离开原先的球团 他也需要放弃原有的世界排名与积分 这项重大决定对他而言可以说是场豪赌 但是从现在看来 这场豪赌顺势赌赢了 李昂配组合在一开始搭档就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出色 他们在搭档的第一年就赢得了西非来羽毛球大师赛 奥尔兰羽毛球大师赛 印度公开赛和韩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 并成功晋级世界于连年终总决赛四强 接着他们越战越勇 接连在泰国两战的1000赛事上夺冠 而且他们在一周后 同样在泰国举行的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上 再次收获冠军 连续三周获得大型比赛的冠军 他们的绝佳状态 也让众人开始对他们在即将来临的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有所期待 很快的 他们以赛会第六种子征战东京奥运在场 被分配在了A组 同组的有当时世界第一的一名男双 Gillian Sucamurio 来自印度的双塔Sati Haran Khawadi 还有来自英国的Ban Lenshan Vandy 李奥王麒麟在首场比赛出师不力 在面对印度组合时 在双方各自拿下一局的情况下 在来到第三局时比分一直很胶着 李奥王麒麟最终以25比27西败给了对手 不过之后两场比赛 他们打起精神 连胜英国组合和印尼的赛会头号种子 展现出了他们顽强的实力 最终排在小组第二成功出现晋级八强赛 来到淘汰赛后 他们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先是在八强赛两局拿下B组的正盟 来自日本的远藤大游杜鞭勇大 接着在半决赛 也是同样的以两局清取地组的正盟 印尼的A3 Sati 1 来到决赛 在面对C组的正盟 来自中国的李俊慧刘玉成 他们也是毫无畏惧 以21比18 21比12顺利拿下对手 夺得台湾历史上首门羽毛球奥运金牌 他们可以说在整个赛事中都击败了各个小组的第一组合 包括在小组赛同组的世界第一Gadeon Suka Murillo 而对其他小组冠军都是以两局就成功拿下对手 所以正面金牌可说是实至名归 不过 李俊组合在奥运之后的战绩起起伏伏 都没能成功获得冠军 面临了属于他们的低潮期 直到2023年的日本公开赛中夺冠 才结束了自东京奥运以来近两年的冠军荒 同年 李俊也因与土地银行在旭业问题上一见不合而离对 转而优木的科技赞助参赛 但是不影响他继续在羽球赛场上发光发热 他与王麒麟在奥运会成功在男双项目上收获铜牌 接着又在海洛公开赛和韩国语大师赛上都获得了银牌 来到2024年也就是奥运年 尽管李俊王麒麟是上一届奥运冠军 不过凭着他们近几年的表现 他们并不被看好仍再次夺下男双奥运金牌 但是接下来的故事证明了奥运会上的林洋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由于世界雨连在奥运积分赛期间 曾错误计算男子双打各组合的奥运积分 导致17组男双参赛 赛前林洋配不幸抽到地主 也就是有着5队且对手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死亡小组 让他们的出现难度增加 但在小组赛上 林洋接连战胜日本的保姆左朗小林优 汪的麦德斯瓦布拉斯姆森 以及中国的刘宇成欧选异 跟美国的温森扎斯瓦 最终已是连胜小组第一的姿态出现 来到8强赛 他们面对泰国组合 他们先摔后胜 再输掉一局后逆准再次赞胜小组赛的对手 Ostrap Rasmussen 成功连续两届晋级奥运会决赛 在决赛上 他们面对中国星星组合 也是社会第一种子的两尾坑王场 在之前的交手记录为2比2 每次都打满三局 最终在这次的5次交手依旧大战三局 李洋王麒麟以21比17 18比21 21比19击败对手成功未免金牌 重回奥运羽毛球史上 首队连续夺得金牌的男双组合 为台湾羽毛球再创辉煌 李洋曾在今年就宣布了 将会在今年度的赛事结束后正式退役 他也打完了今年的中华台北公开赛后 举行的退役仪式 李洋在退役后 很大可能还是会在羽球事业上发展 准当教练继续把他宝贵的经验传授于年轻球员 纵观过去 李洋与王麒麟的林洋配组合搭档至今6年 一共拿下了10面金牌 包括作为他们代表做的奥运男双金牌二连霸 象征着台湾羽谈历史性的辉煌 除了成就以外 李洋也是会非常礼貌且谦虚的球员 深受广泛球迷们的喜爱 视频的最后 你们是不是李洋或者林洋组合的球迷呢 还有你们又是否认为在未来 会有年轻的中华台北球员 能够挑战李洋豪王麒麟的地位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 分享还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精彩的体育运动员的故事 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